也許一樣的東西 只是換一個範例 看能不能成功 如果可以的話以後就這樣套用就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找一樣是CSV的 那CSV裡面的話呢 台北市政府裡面 然後呢這邊有CSV 你就找CSV 裡面的話有這些啦 看一看 最近比較火紅的是哪一個呢 應該是 香蕉價錢 有沒有 對不對 而且跟那個 台北農的總經理 每天都看到他啦 每天看到 很煩惱 雖然可以零很多但是好像零的 不是那麼乾脆 不是重點我們重點是 假設我希望去抓什麼 台北市的公有的零售市場行情 對不對然後第一個 其實建議你們回去自己再找一些 其他的範例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每一個都把它煉到熟練的話 以後啊 真的 就應該就 就馬上可以 那第一個就是預覽一下 那我們可以預覽 預覽它裡面的data 它裡面大概就這些啦 它裡面很 其實為什麼 那個北農這麼重要 聽說是 其實其他地區的價格都參考北農的 所以它的價格如果訂出來的話 其實 其實就有指標性的意義啦 OK 所以呢現在 什麼青蔥現在一斤多少錢 平均這是多少斤還是多少 公斤 青蔥一公斤現在150 算貴還便宜 好像有點貴 OK 不過你們也不買菜的嘛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可以把歷史資料調出來吧 所以它如果data 可以把歷史資料調出來的話 那就知道說呢 到底 菜價 是漲還是跌 所以第一個我們至少要先把 今天的菜 它是有沒有歷史資料 5127 所以這個data 它是不是可以再去讓我抓到更多啦 反正 好那假如說我今天 以這個當練習 5127的菜下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怎麼樣 把資料get回來的話 那我就可以下載 剛剛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給各位那個連結 其實就從下載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一個什麼 複製連結 其實就是從這個地方 找到我要的連結 因為其實如果你按下載 它就直接執行了 它就下載 CSV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你不要讓它直接執行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有不要放在這上面嗎 複製連結 那就是 那一個CSV 它在網路上面的位置 是在哪裡 OK所以 待會請各位練習一下 1 把這個資料get回來 那get回來的話呢 當然我剛剛講過 1你可以按右鍵 可以先用記事本開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 它是什麼樣的格式 所以呢把它什麼 另存心檔 它是 UTF8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怎麼樣 再利用右鍵 的那個 Nodebit Plus 所以這個你可能要自己裝一下 有沒有發現 CR LF 這個時候的話呢 剛剛是 CRLF 反斜線R 這個地方呢 有沒有發現 只有LF 所以反斜線N 就可以了 OK 所以有些東西啦 這個細節 如果我不特別講 書裡面也沒講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經驗 很多東西你想 為什麼老是會知道 因為我剛開始我也不知道 我要試啊 各種方式都要去嘗試嘛 後來發現 就這一招 真很好用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已經有規則了 那一樣 請各位 把剛剛的 那個什麼 抓 停車場的位 坐標那個 所以這邊總共有 12345個欄位 然後呢 分別一樣喔 把資料抓起來 塞到 CCOLINE裡面 其實好像看起來 不難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請各位 就是 按照剛剛的 標準化流程 你可以把範本拿來吧 把剛剛的範本 拿來改就好了 對不對喔 所以 改應該會改啊 你不要亂改 改錯了 結果 沒辦法 不過建議啊 你不要改完就直接 我建議是print 某些變數 再 往下走 你不要一次就到底 因為是到底一定很容易錯 錯在哪裡不知道 這要下載下來 還是用ECL來 分析比較快一點 為什麼 像我剛才本來想知道說到底 這個裡面他提供什麼資料 他所有都是蔬菜 然後哪一些市場 市場 部分的話呢 我想要知道 因為他好像都賣一樣 就是每個地方都有賣一樣 比如說賣那個 那個甘藍 這個 這什麼東西啊 高麗菜嗎 不知道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到底台北市哪一些市場 因為這個是市場名稱 木薪有沒有 你把他怎麼樣呢 用那個排序 用品名先排序 然後再來呢 平均價錢排序 然後由小到高 按個確定 我發現 木薪 剛才賣最便宜 20塊 然後 其他的話 最貴的 在哪個地方最貴呢 市東 195 所以有錢人都在那裡 那是什麼天母 所以 你看喔 最便宜20塊 最貴195 這什麼東西 可以 價差這麼大 OK 那木柵 真的又是木柵 像花福 瓜 20塊 最貴在哪裡呢 最貴的在這裡 南門 市東 所以南門市場 其實蠻熱鬧的 不過相對的 應該是 很有名 可是應該也很貴 OK 所以有名就相對 你會發現 又是木柵 所以台北市 物價最便宜的地方 應該是在木柵 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 那其他的話 像青江白菜 有沒有 最貴的話呢 貴到多少 北投南門 到又是南門 所以你也可以利用這些資料 去稍微統計一下 台北市哪些地方比較便宜 如果全國的話 你也可以做分析 其實還蠻有趣的 開放資料 每天他就 update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 不過我們主要 只是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剛剛的東西練習一下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就說呢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 就那個 Itscumany部分 其實我是從那個官方的 這個網站裡面 其實 就是我們最早不是輸入那個Python 那Python裡面的官網其實就在 這個第一個 Will come裡面 這邊Documation 其實Documation裡面就會有這資料 你就把它點進去 其實所有的答案都在這裡 當然有分成英文 法文 日文 連 韓文都有 就是沒有中文 怎麼辦呢 你挑一個 最後還是可能只能挑英文吧 你 日文你也看不懂 日文這也是 這不OK吧 算英文好了 所以你 也許啦 如果哪個 中文的市場應該很大才對 這怎麼樣 簡體應該蠻大 現在怎麼沒有中文呢 這真的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裡面的話呢 實際上最重要就是它的 Library 就是韓式庫嘛 我們不是 都是在用裡面的韓式庫 那像那個Request也是韓式庫 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只是說有的是 它沒有先載入 有的已經預先 像Inport 我們不是 前面有的那個 SQLite3嗎 那個是本來就已經 幫你裝好了 你不用再去安裝 那是外 叫Request是外部的 那Inport 那個SQLite是已經裝 你只要把Inport進來用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實有分喔 那 如果你想知道裡面的相關訊息 你可以 找到這個Language裡面 它有分章節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做什麼做什麼 那其中的話呢 在第12章裡面的第6節 就是SQLite3 當然還有其他的喔 如果你要想要對其他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反正喔 Python的答案都在裡面 只是說 這個東西喔 所以我是怎麼知道的 Itsq menu 我就是直接點進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去找 他怎麼insert into 怎麼去commit 怎麼去用他的 Create table 有沒有 他裡面都不講喔 只是說呢 你要自己去K這些東西啦 其實坦白講 真的 不容易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說呢 他這裡面有一個 叫exq menu 那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就看他這邊有一個範例 那我知道 原來你要的結構是這樣子 那我就把 你要的結構做出來 放進去 OK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啊 就看重點 看他要的東西 那只是說呢 他這邊是小瓜糊 但我們是用中瓜糊 那想說老師他這邊是小瓜糊 你用中瓜糊為什麼也可以 其實我好像前面 跟各位講過 其實小瓜糊就叫triple 那中瓜糊叫lacer 兩者有什麼差別 還有印象嗎 有沒有 有講過嗎 有沒有 小瓜糊是triple 跟lis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就一個 對 小瓜糊是不能修改 但是中瓜糊可以修改 OK 兩者除了這之外 都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像我的習慣 乾脆我都自己一個算 以後都用中瓜糊就好了 所以 這邊他用小瓜糊啦 不過你用中瓜也OK 至於其他還有更多的 你會發現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這麼多這麼多還沒有 還有還有還有 不過你會發現啦 你也不用把他真的從頭看到尾啦 你就把他當什麼 當一個 參考的字典 參考字典 書來看就可以了 需要的時候自己來找找看 所以你會發現 所有所有所有的答案都有 他總共會有這麼多章節 到二十三十 三十七張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些全部都讀完的話 那你恭喜啦 那你不得了 不過說這樣 沒有人 從頭到尾看完 頂多是知道有這些 參考的一手資料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大概說明一下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 我就順便講一下 那有的時候我需要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出來 像12章 12.6 就是因為我需要 所以我去把它K了一下 後來發現其實也不需要全部K啦 你只要知道說你該怎麼用就好 最重要是你要能夠做出結果來 你不要陷入到那種 你把全部文字都看完 你還是 做不出來 那才是有趣啦 OK 所以以前很多 時候我記得我以前真的是很認真 買了一堆書回來 但是最後還是做不出來 我後來發現把那些書先丟掉 我後來就做出來 這真的不是誇張喔 這是後來我的心得 我後來因為 剛開始是 受限於書本的知識 我就一直認為說 我一定要照著書本這樣做才做 後來發現 真的不是這樣 書本先拿到旁邊 自己先做做看 不行的話再去參考書裡面的答案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先把剛剛的東西 也許 台北市政府裡面這些 我剛剛講複製一下這個 再來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 這邊GET GET下來之後的話我要做什麼 一樣 我就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範例 把它再做一遍 不過裡面我多增加了幾個地方 就是 我們有CREATE TABLE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 可以做DROP TABLE 因為呢有一種情況 我RUN一遍之後 如果我下一次還要再GET新資料的話 那我希望怎麼樣 我下一次我就把舊的 Table給 刪掉的話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加一行 就是說 當我建了一個 那個什麼呢 資料庫之後 然後呢 我就產生一個 Cursor 就是資料表物件 並且在這邊 先DROP他 不過DROP的條件是說 DROP那個TABLE if exist 剛好跟CREATE TABLE顛倒 CREATE TABLE是什麼 if not exist 有沒有 如果他已經存在就把它刪掉 如果不存在呢 那就不用刪了 OK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的話 就 比較 容易出錯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你做TABLE Market 那我如果加這個的話 比較保險 不然的話 第一次如果沒有 那就刪就掛掉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我CREATE TABLE 然後名稱我也給他了 不過這一次我比較認真 我就把 那個欄位名稱加一下 然後呢 把那個欄位的 形態加一下 然後我們就慢慢增加 增加 不要每次都A B C D 我們慢慢再 把那個 困難度再向上提升 然後呢 建的總共有 1 2 3 4 5個欄位 再來去抓網路資料 網路資料抓到之後 一樣SPRITZ 那因為我剛剛知道 就是透過那個 Nordepad Plus Plus 知道說他後面 只有LF 所以只要 一個這個就可以了 OK 因為我用那個 Nordepad Plus 知道的 然後一樣的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 建一個List3 那最後 Excue Many給他 所以其實切 放在List2 Append 所以基本上完全沒有改動 然後呢 就把它怎麼樣 就把它直接 Excue之後 那我就知道結果 不過呢 我除了說 城市裡面有 多增加 第一個 就是Drop Table之外 第二個的話 我想知道 就是說 到底他執行的時間 多久 跟 逐個逐個 插入那個 那個 不用Excue Many 我用原來Excue 跟Excue Many 到底差多少 其實根據官方說法 Excue Many的效率比較高 但是至於效率 多少 高多少 所以我這邊 又Import了一個Time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算時間的話 你可以引用Time裡面的一個 Clark的一個方法 它會先幫你把現在的時間 等於有點像No 現在的時間 日期加時間 把它記錄在Start 那最後如果想要知道最後的結果的話 就是把那個什麼 把 最後的那個時間 減掉Start的時間 那它的單位就是秒 把它Person用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因為它小數點 後面好幾位 那我如果要RUN結果來看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 0.5秒 OK 再執行一次 因為我有啄不掉 所以它啄不掉 大概都差不多平均大概 在0.5 0.6秒 那所以我想說 那如果說我不要用ExcuteMany 那所以我這邊可以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了 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用 一筆一筆新增 我不要用ExcuteMany 所以這個把它 mark掉 那這邊這個也不用 所以其實 這個 這個 跟ExcuteMany 把它改成InsertInto 就是在回圈裡面嘛 所以它切一個 然後丟丟丟 丟完之後的話InsertInto InsertInto 那這樣子的效率會比較差呢 其實我蠻好奇 因為官方說的比較快 但是快多少呢 那我是屬於那種實證主義者 又不用用理論上 實際上快多少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單筆單筆輸入的話 你會發現呢 0.5秒 又比較慢嗎 好像沒有 OK 0.5 好像又比較 沒有沒有 它其實好像穩定性 比較沒那麼好 它又變快了 其實 結論是 差不多啦 不過 這個結論是因為 現在的 比數 比較少 所以 比較感覺不出來 那未來如果說比數 超過 幾萬 幾十萬 上百萬比的話 那我想差距應該會越來越大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把那個 北市零售市場這部分 再做個列印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剛剛主要 再多增加了 幾個變化 第一個 如何刪除 資料表 如果它已經存在的話 第二個是 多增加一個 計算時間的功能 第一個你 import一個clock 然後呢 先在 建一個star 先把 那個 開始的時間 先記錄下來 在結束之後呢 再把 那個 結束的時間 減掉開始時間 然後取到小數點 第一位就OK 好